那个教堂往那边一路走来啊 是一条巨大的商业区 这两边都是购物的地方 哎呀这边俨然有点欧洲的味道了 小姑娘表现怎么那么忧郁呢 哎呀我一看到女人的表情忧郁我就受不了 我现在觉得呀中国的男人呢 尤其是八年后作为单身狗并不稀奇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文化转变的年代 第一方面你又是一种传统文化 什么传统文化 家族文化 也就是说你看自立背景 看借钱财比家庭拼爹 但是呢 你这样的话就对男人的物质有很高的要求 但同时你又是一个个性化解放的年代 你又是自由恋爱 那么就讲感觉 哎呀我天哪 你感觉和这方面全符合 但是基本上就很神了 再加上中国的这个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 这边的人很多呀 这个外国呀这个餐馆是怎样火爆 我看看随便看几个餐馆在好地方那就是人呢 老外这个我觉得一大三大爱好啊 于谦三大爱好是抽烟喝酒和烫头 老外的三大爱好是什么呢 晒太阳喝咖啡 还有是在餐馆里面坐着干坐的 有可能也得有的也点点菜 这边的话呢 这帮家伙就是硬过 看着了吗 硬过我也给硬过 这也没有个红绿店搬马线啥的呀 这女子戴个墨镜很潇洒 脸毛的这些超事啊 就是这个店呢 就跟超事一样 没有一个正经牌子 二楼也都是住宅你看到了吗 并不是很屌 我非常不明白 就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屌丝的地方 物价这么高 冰淇淋20块钱 所以说大点吧 我感觉也就是和意大利那两个球差不多 意大利那两个球是7啊 你有意大利的工资水平吗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矿泉水 基本上都6块钱了 大瓶了 在新亚历的话也就是4块钱 波兰2块钱 我真是不太明白 就是他这个 为什么物价会这么高 这个地方长期也是被苏联控制 没有道理 晚上回去我给查一下他这工资水平 到底是什么情况 太吓人了 这个物价有点高的离谱 俩然是北欧了 这周围都是在这餐馆里坐着喝茶的 你看这周围这几个小店呢 这还关门的 哎呀 也不是卖个啥玩意儿 这话是我奶的口头语 他经常爱说什么 不知能卖个什么玩意儿 不知说个是啥 这大姐你看 就自己点了一杯跟这喝 这是两 你看那女的 明显比男的多 明显比男的 这一会儿就是一个男的 都是女的 刚才那个大姐跟我赌了一下 就这红衣服大姐 你看这衣服啊 就这么件破衣服 卖他妈的三十多块钱 新当余是四倍 九块钱那刀还行 四十块钱 这破衣服在中国都十块钱一样甩 往来甩的违惑呀 中国是防制品大国 只要是防制品都便宜 现在已经从防制品大国 又逐渐发展成了制造业大国 啥玩意儿都给你弄得 成本贼这么低 这里面小区里面还没开发 这小街这么长 没头啊